大般若经 纲要 诸位同修 今天我们在此地要给大家讲解大般若经 世尊当年在世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期金法 古大德为我们分叛为五个时期 第一是世尊 世线成道的时候 在菩提树下 二七日中宣讲大方广佛华言经 华言是在定中所说的 余会的大众 皆是法身大肆 不但我们凡夫见不到 即使小乘胜者全教菩萨也没有分 只有法身大肆 他才有能力入佛的境界 才能听到这样的大法 第二时是世尊从定中出来之后 看看苏婆世界的众生 大众的根性 还不能够接受华言一尘圆满的大法 于是世尊就到陆叶云渡吴比丘 为他们讲阿罕 阿罕好比是佛教的小学 从清显的这些教理 逐步逐步来提升 阿罕讲完之后 第三时讲方等 方等也讲了很多年 这是大臣法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大臣的实教 一个是大臣的宗教 实是开始 宗就像将要到毕业了 方福是中的音学校 我们以中学来做比喻 好懂 大臣实教就好比初中 大臣的宗教就好比是高中 第四时就是给我们讲般若经 般若好比是大学 讲的时间最长 一共用了22年的时间 讲这个大般若经 最后讲法华涅槃 开群现实 那就好比是研究所了 借归到一成大法 这个一成法了 就跟华涅无二无别 所以华涅开端到最后 还是归到华涅 那么这是世尊四十九年 说法大致的倾限 从这个地方 我们明了 佛法的中心 确实就是在般若 般若是繁语 翻成中国智慧的意思 当年为什么不把它 直接翻作智慧 还要用般若这个名词呢 这在过去已经体列上 有所谓五不凡 在五种状况之下 用反应应语 不用意义 那么般若是属于尊重不犯 不是他不能犯 为了尊重这桩四起 所以还是用这个反应 他的意思就是智慧 不过这个智慧 讲的是真实的智慧 究竟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 这种智慧 使一切众生 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可惜我们迷失了自信 虽有而不能够现起 也就是不能起作用 所以跟我们一般观念当中 所体会到的智慧的意义 是不相同的 我们要说呢 它就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智慧 就像一般宗教家 赞美上帝 赞美天主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全能的智慧 实在讲呢 这种赞美 正是佛家讲的 般若智慧 佛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虽然说这个法门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人人虽然本具 迷失的实在是太深了 太久了 不识几句话了 能令人究的 所以佛是反复地说 用许许多多善巧方便 希望我们能在他的眼下 大吃大磨 而这部经 移成中文 分量最多了 总共有六百卷 诸位现在拿到这个本子 在全经就像这样的本子 这么厚这么大 像二十四尺 因为金太大了 不但现代人 看到这么大的墓头 不想看了 这个阅读的兴趣就没有了 古人也有这个信心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有纲要的出现呢 这个纲要的出现呢 注意看前面序文就像的 清朝康熙年间 清朝开国不久啊 有一位巨师 他姓哥 叫哥慧 这个名字 这个慧字 现在很少用 慧的意思 是小顶 顶大家都知道 小的顶叫做慧 他叫哥慧 康熙年间 大概就是看到 薄若金太大 一般人很难读诵 受持 他发了个大讯 用了两年的时间 去揭露 揭露成这样的一个本子 他揭露得很好 我们从这个纲要里面去看 从第一卷一直到六百卷 每一卷呢 他都揭露了那一卷里的最重要的句子 等于说把它抄出来了 每一卷每一品 都记载的很清楚 很明白 如果诸位不怕麻烦的话 你看他的卷数跟品数 可以照语言经对照 这个六百卷大博弱经 好像我们基金会也曾经印过 我们印把字缩小了 所以没有这么大的分量 而实在说呢 只要抓住纲要就行了 各居士揭露的纲要 我们还是先夺了 这个纲要如果是一句一句 跟大家来解释 三年也讲不完 所以这次 我跟诸位同修 在这里做研究讨论的方法 是采取它的精华 我们不讲这个全部的纲要 讲里面的片段 这个片段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羞耻 有密切关系 我们学了立刻就有用 纲要揭露的好 我们在好里面再挑选 精华 这样我们才能得受用 那么就全境来说 古无大德常说 金刚般若波罗蜜 是全境的纲要 所以金刚经是六百卷里面的一卷 古人把这一卷抽出来 单独流通 流通得非常之广啊 自古以来 许许多多的大德 讲这部金 注解这部金 所以留下来的这个注书 注书非常丰富 超出一切经论之上 而金刚经我们在去年曾经讲过一遍 也讲得很详细 想有不少同修听过这个诺言带 为什么要抢这部金呢 这是看到这些年来 大家都无量寿金 念阿弥陀佛 念了这么多年 功夫不得力 如果你要问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找这个原因就是没有看破 没有放下 口念阿弥陀佛 这个心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千肠挂肚之思 这个佛号怎么能得力 怎么可能有成就 这才想到这个般若今重要了 所以六百卷大般若 要把它归纳成一句话 就是般若心经上讲的 无知有得 知是能知 得是所得 这就是告诉我们四十真相 能知的心跟所得的法都不可得 为什么不可得 这六百卷大般若 就是说这个四十真相 其实这个真相在金刚般若里面 已经说得很清楚 很透彻了 由此可知 世尊二十二年不厌其反 屡次悬殊 希望唤醒我们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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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般若虽然说过了 看看大众好像还是没救 这个我们才特别许言这一部剑 选这部纲要 这个本子是我在1977年 在香港奖金的时候得到这个本子 我看到非常欢喜 虽然是默克版刻的字刻得好 非常清晰 我在香港带回来两本 那么平常有一本是我自己看的 有一本是保存得很完整 里面没有做记号 我就交割我们基金会 让基金会把它印出来流通 这样好的版本应当要保存下来 那么印的时候稍微放大了一点 原本我手上拿的 注意看原本这个本子三十二开小 你们现在这个本子放大了 字也放大了 看得就更清楚更舒服了 希望大家珍惜 各局是用两年的时间去择路 这都是替我们做了好事 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本子 要用心地珍惜 至于我们应当讲哪一段 我选了一些 其实你们同学也可以选 你们本子看到就在哪一段 你觉得挺好 你要我讲也可以 告诉我第几页从第几行起 也行 所以大家平常可以看 好 现在这个前面介绍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选断了 这个书下面有一个总的叶术 阿拉贝尔茨写的 就是底下总叶术 旁边这个叶术 它是一共十卷 是每一卷的叶术 我们看总叶术 现在就是十卷 我们合定在一起 从前它是十本 各位看五十三页 五十三页倒数第三号 你看这是卷三 学贯品 它把这个卷数 这个品题都揭露上 所以我们要跟云文对照 非常方便 在这一段里面 文字不太长 我们把它念下去 二十 这个若子是惯下来的 若天若母若凡 若驻沙门乃至龙神 若驻沙 若驻菩萨 驻最后身 少尊魏臣 若语异些 愚发有缘 人非人等 借来集会 二十 是缘其评 讲完之后 这个时候 世尊是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的本思 他观察大众的根系 知道世界 世界成都世界 这世界是都 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世界 世界 也就是世间 这个世间里面 有助天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 二十八成天 幽母 这个摩是讲天母 又凡 这个凡是讲的凡天 大凡天 这三个字 就是将欲界 色界 全部都包括了 环游沙门 沙门是修行人 修学佛法的人 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 提到沙门 都是佛教修学的人 如果是在印度 这个名词 不一定是修佛 其他宗教徒 出家修行 都称之为沙门 所以沙门是修行人的通称 他的意思是 熄灭贪嗔痴 勤修皆定慧 这叫沙门 那只龙神 这是举一个代表 佛经上讲的 霸不归神 这个里面 有不少是发心 护持佛法的 除这个之外 还有菩萨 菩萨 菩萨里面范围就非常之广 像华言经上 从初性位的菩萨 到等觉菩萨 五十亿个位置 祝最后生 这一句是讲的等觉菩萨 像文书 菩萨 米勒菩萨 都是属于这一类 他在菩萨是最后生 再往上去 他就成佛了 所以他是菩萨的最后生 除此之外 还有一切 与佛法有缘的 这些人非人等 可见这个法会 无比的壮严 这些大众 我们肉眼能见的不多 大不归神 我们见不到 祝天我们也见不到 大菩萨我们也见不到 可是他们都参与这个法会了 借来几回 并告舍利子也 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时候告诉舍利子 舍利子就是舍利佛 诸位在《心经》里面念到的 陈舍利子 就是舍利佛尊臣 他在世尊十大弟子当中 代表智慧敌 这个般若经是讲智慧 必须要有智慧的人 才可以跟他谈般若 所以以他来做代表 佛告诉他说 佛若菩萨摩霍萨 于一切法等着一切相 当时般若菩萨摩露米多 这句话非常重要 佛若菩萨摩霍萨 将士尊大乘法的学生 全部都包括进来 这个我想我们同修当中 有不少人都受过菩萨戒了 受了菩萨戒就是菩萨了 小型菩萨 就好像菩萨里面 你是幼稚园的菩萨 一年级还不够格了 这是小菩萨 但是虽是小菩萨了 你发的心很大 你曾经发了四红十月呢 你发愿要普度一切众生呢 不过愿是发了没做到 那做到了 你就是大菩萨 你就是大菩萨 就不是小菩萨了 总管你是发了心了 可是佛在这里教给我们 发心之后 你要想与一切法 等着一切相 一切法是指 事出事间一切法 也是我们平常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爹就是一切法 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 人生是我们本人 我们对于自己了解多少 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 认识多少 这个心不能没有 而佛在此地说的 等觉 觉是觉悟 对于一切法 都能够通达明了 这是觉 等是跟一切祝福平等 佛的觉悟是究竟约满 我们也要达到究竟约满 要跟一切祝福平等的觉悟 一切相 一切相就是事出事间一切法 发这个心叫做菩提心 没有发这个心 那不叫菩提心 发这个心就叫菩萨 没有发这个心 纵然你修行 得很深的禅定 尽死烦恼断尽了 你正欧罗汉苦 等辟知佛谷 你不叫菩萨 欧罗汉辟知佛 没有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 没有发心 想知道事出事间一切法 他没有发这个心 发这样的心是菩萨 佛在这里教给我们 那么你发了这个心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你应当要学菩萨 波罗汉辟 波罗汉辟就是大般若精 你要修学这个法门 你才能够圆满菩提心 才能达到平等 觉悟 事出世界一切法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佛这么一提起 你看底下摄立佛尊者就说话了 摄立自白佛也 灵火菩提心 云火菩萨 与一切法等于一切相 当学般若波罗汉辟 尊者不是他不明了 而是我们不明了 他是带我们侵法的 要求世尊把这一桩事情给我们详细说明 否则这句话我们读了觉得很笼统 也不晓得从哪里掐手 所以他就问 云火 为什么 为什么菩萨想在一切法里面 平等觉悟一切法相 要学般若波罗汉辟呢 这一问 我们想一想 真是我们自己要问的 非常难得 尊者带我们问出来了 下面师尊为我们解释 这个开始就重要了 佛告舍利自也 诸菩萨摩哈萨 应以五诸二位方便 按诸般若波罗汉辟 你看跟金刚经上讲的一样 所以古人说金刚经是六诸菩萨的纲药 这个话没说错 因五诸主啊 五诸太重要了 这个五诸就是你心里面 不能有一丝毫的念头 你有念就住了 你有诸 你就有我像 我们起心动念 谁起心动念 我起心动念了 你就有我像了 与我对立的就有人像了 那么金刚经上讲的四项就具足了 我像人像是怎么来的 众缘和和而生的 众生像出来了 现在这个现象 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它能够停住多少时间 受这项先前了 受这项是讲时间的 四项具足是凡夫不是菩萨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是迷惑颠倒每一觉悟啊 这佛在金刚般若会上 说得很清楚啊 若菩萨 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非菩萨是什么呢 反复一个 反复就要高留到生死轮回 跟菩萨的见解不一样啊 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醒呢 你要想学菩萨 先学着无助 无助就是清净心 你看禅宗过去六祖大师 他老人家说得好啊 本来无一无 何处人生爱 本来无一无就是无助 他的心清净 一切食一切处处 他一念不生啊 这就是诸般若波罗蜜蜜 这个就是无助了 所以佛在此地讲啊 菩萨 摩霍萨 小菩萨 跟大菩萨 都应当要以无助而为方便 难住般若波罗蜜蜜蜜蜜 这一句怕不善学的人听了之后又错毁了意思 我什么都不住了 什么都不住就是安住般若般若密多 结果怎么样还是有住 住在般若般若密多上 般若般若密多也不能住啊 那才叫安住般若般若密多 你要把般若般若密多又当作你的住处就坏了 所以底下讲能住所住不可得过 这才叫珍珠 换句话说 珠跟无珠是一不稍二 这个话很不好懂 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们凡夫 无世界以来 我们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主 在我们观念当中 珠无珠是两桩事情 决定不相同 你有这样的分别执着 你就在十法界 你就在六道轮回 所以六道从哪里来的 六道从执着来的 释法界从哪里来的 释法界从分别来的 如果我们把分别心 执着心写掉了 六道轮回跟释法界就没有了 没有以后是什么境界呢 在佛经上指的不得已假 是个名词 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的人 就是无珠 那么由此可知 佛这个地方讲我们讲珠 就是珠六道轮回 珠是法界 珠六道轮回是什么呢 你心里头珠 执着 你住执着了 你就住六道 你住分别 我不执着 但是有分别 分别就是释法界 分别执着妄想 统统不住了 那你就称佛了 世尊 世尊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千言万语 就是讲这么一桩事情 这桩事情 我们听起来好像容易 做起来是真难 难在哪里 五十戒来的习气 断不掉 我们六根 接触六层境界 还是会起心 还是会动力 白天打妄想 晚上睡觉也不老实 还是打妄想 做梦啊 做梦就是打妄想啊 可见的 我们制造六道轮回 制造设法界 从来没见到过 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制造六道轮回 制造设法界 叫自作自首啊 不是别人制造了给你受的 不是自作自首 这是真理 这是事实真相 明了之后 你就不会怨天诱人了 这个事情是自己搞出来的 还得自己去解决 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 只是把这个事实真相 给我们说破而已 他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呢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他制造的 是你自己制造的 你自己制造的 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佛在那里看得很清楚 把事实真相说破 你要是真正觉悟了 我从今天起来不再造了 问题就解决了 怎么个不造法呢 我不再执着了 六大就没有了 轮回就没有了 我不再分别了 是法界就没有了 我不再打妄想了 一真法界里面 四十亿个法身菩萨位次没有了 华言经讲 四十亿位法身大事 他为什么会有四十亿位次 妄想没断 妄想要断了 四十亿个位次没有了 欲瞒不及了 这是世尊把真相给我们说出来 所以告诉你能住所住不可得果 金刚经上说的很稀 能住不可得 能住金刚经上讲的三心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看你妄想分别执着是那个心 心不可得 能住不可得 所住的是经经 是住法 佛说了 住法缘起 缘起 性空 了不可得 所住不可得 你还打什么 你还打什么妄想呢 能说都不可得 这个道理 你明白了 四十真相 通达了 就叫做看破 你看破了 看破之后 再不达妄想 不分别 不执着了 那就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四十真相 看清楚了 就放下了 能看破放下 这一句阿弥陀佛 求愿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十报状淹土 上上平往生 跟华言会上 文书复行 没有两样 于是 这才知道 般若对我们的利益 般若教我们这桩事情 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经后头这个比喻 是教我们 智慧的观察 观察这个 世处世间法的 真相 真相是什么 梦幻泡音 这就告诉你 没有一样是真的 如露一如电 是将这个梦幻泡音 存在时间的长短 跟你讲真的 刹那生命 根本不存在 所以你感觉到这个现象的存在 是怎么会是 相续相 相续相的存在 也不长 所以用露水来做比喻 露水存在的时间 比闪电要长 那是将的相续相 都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不能执着 执着就吃亏了 执着你就再造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 你自己造的 自足自受啊 所以在此地跟你讲 能住所住不可得 住跟无住不二 才叫真正的无住了 所以他这个无住而为方便 这个话意思很长 住跟无住不二 那就方便了 你看你要是执着个无住 我什么都不住了 你住着什么都不住 你还是住了 总而言之 你动个念头你就住了 不管你这个念头是有念 是空念 你都住了 你有一法你住有 你什么一切都没有了 你住空 这是般若间的难处 一定要细心去观照 不能思维 为什么 思维就当妄想啊 不可以思维 思维落在意识里头 所以佛法叫你参了 不叫你研究啊 言是什么呢 言落在意识里头 意识会想会思维 智慧里头没有想没有思维 所以叫你用观照啊 观照像镜子一样啊 照得清清楚楚的 理念痕迹都不落 就是他没有妄想之分别之主 他照得清清楚楚 这叫观照 你会用观照 那你就是佛菩萨了 你不会用观照 还用思维去研究 你是凡夫 你修得再好 也不过是声闻原觉 全叫菩萨而已 你没有离开意识心 你在生活当中 还是意识心做主宰 意识心也有觉于迷 迷了就高六道轮回 觉悟了就是三尘菩萨 声闻原觉 全叫菩萨 不出色法界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 再看下面经文 这下面经文是教给我们具体的修学方法 怎么样去学波罗波罗蜜 应以无学而为方便 远满不实 波罗蜜多 这教给我们修不实啊 你看不实不是要学吗 他开头讲无学 这个意思是一定要学不能有学的这个念头 你修不实 你还有不实的念头 错了 那你不实修的波罗波罗蜜 连波罗蜜的念头都没有啊 在底下讲 实者受者 其所事无不可得过 这叫三轮其空 要这样的修波识 你的波识心情景 不是修了波识 哎呀我今天波识多少财物啊 哪些人接受我的啊 我我我多少供养不实啊 你这个心里面分别执着妄想一塌推 那这有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点点好处 你修的是世间有漏的佛报 与波若波罗蜜毫不相干 你是修的世间福啊 不是修菩萨行啊 菩萨行这个不实的时候是一念不生啊 决定没有分别 我能不实 他接受我不实 我不实些什么 没有这个念头 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呢 因为自他一切法 当提借空居不可得 所以他修布施的时候 不起心不懂念 不分别不知主 这个样修布施 就与波若波罗蜜相应了 换句话说 这就叫做波若波罗蜜 换一句话说 这就叫真摄智慧 这一段讲的是六度 这一句是不实 再看第二句 应以武护而为方便 愿以武护而为方便 圆满尽皆波罗蜜土 犯无犯相不可得不 诸位要知道 这个里面所说的 不是六道众生 也不是十法界的众生 十法界里头 有俄罗汉 辟知佛全教菩萨 如果以天台家的讲法 藏通别远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都没有历史法界 这一段经上讲的 不是他们的境界 这是法身大死 《华言经》上讲的 四十一位有法身大死 法身大死的境界 所谓法身大死 就是一切妄想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就是无量寿经 经体上所讲的 清净平等觉 现前了 你的清净性现前了 平等性现前了 真觉的心现前了 这是法身大死 超越是法界了 所以护 护是护持戒律 还有没有这个念头呢 没有了 有这个念头是妄想 你的戒律怎么会清净 你还有妄想 怎么会清净 这个妄想 这个妄想没有了 这个妄想没有了 所以以武后而为方便 圆满尽戒波罗密 持戒波罗密 圆满 犯戒不犯戒的相都不可得 为什么呢 一切法性恐怖 一切法了不可得故 那这个是持戒波罗密 这个境界很高很高 我们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 到不了境界 那换句话说 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里面就是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我们没有这么高 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要想学这些菩萨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你学得不像 你学错了 学到最后的结果是堕阿比地狱 你问为什么 因为你着相 你没理想 你还有魔 有人 有众生 有受者 你一样都没空了 一样也没放下 那么换句话说 在持戒 这个教学里面 你就有持有犯 这是决定不能够误会的 可是你要懂得 一正法界里面的菩萨 才达到究竟圆满 摄法界不究竟 摄法界里面佛都不究竟 何况菩萨身为 再看第三 忍辱波罗密 应以无趣二位方便 圆满安忍波罗密 动不动向不可得 动的向跟不动的向不可得 从每一句的结论 我们就明了 这叫若不二发门 若不二发门 就是若一正法界 这个境界在华言经上 原叫粗著复杂 以上的境界 这也是薄若经难懂的地方 也是薄若经容易误会的地方 所以讲不能不讲清楚 江维农就是在金刚经讲义里头说的很多 修学大臣不能不修薄若 薄若不能不详细说明 薄若不能够误解 误解了那有很大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不无因果 那还得了吗 所以这是修行的最高级的修行法 因无取而为方便 取是取血 取于无取不二 血于无血不二 这是真的放下了 真正的看破了 他才能得圆满地忍辱波罗蜜 这个地方用点安忍 安忍在六度里面是正确的翻译 而故来翻尽的大德 把这个安忍翻作忍辱是有特别的用意 这个意思就是中国从前的人 那不是现在中国人 古时候的中国人 对于这个侮辱看得非常重 你看古人文章里面是有 四可杀不可如 都看得这么重 四是一个读书人 现在讲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杀头没关系 五如不可以的 把五如看得这么重 所以这个翻经的法师 你们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 忍辱 那辱能忍 还有什么不能忍呢 所以把这个安忍翻作忍辱 这种犯法特别是为中国人翻作忍辱 忍波罗密在圆满楼 忍这个心动啊 动向啊 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 你受了五如了 叫你忍啊 忍很难忍啊 忍心有动向啊 不动那你是功夫深的 虽然受了五如 你这个心很平静就不动 不管是动向不动向 居不可得 也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不是真实的 你仔细想一想就下等了 因缘所生法 缘起信空啊 这个般若精神长讲啊 缘身之法 动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他心的情境 再看底下一句 因于无情而为方便 圆满精进 波罗密多 身心情态不可得 这个里头意思不要搞错了 搞错了 哎呦 精进懈怠 都不可得嘛 那我们就懈怠一下好了嘛 这样你就错回了意思了 摄放三十 所有一切祝福菩萨 没有不仅仅的 换一句话说 绝对找不到一个懈怠 懒惰的 他为什么要勇猛精进 菩萨勇猛精进呢 是因为他 与究竟圆满的智慧 没证得 也就是我们讲 他还没成福 他要努力 证得 无上的佛果 所以 他要尽进 证得佛果之后 他随力化身 像普门评里面所说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献什么身 应当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永远没有修习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 愿力 他曾经出学的时候 法国愿 众生无边 是愿度 他成了佛 这个愿不能不对现 成佛之后 一定要对现 所以愿力 慈悲心 在推动他 永远没有懈怠 永远没有厌倦 虽然如此 他的心 常清净 不像我们 我们分别 精进之相 懈怠之相 我们分别之相 他没有分别 没有之处 这个里头说 身心情态不可得过 是假的这个意思 所以他情分 心里头决定不执着自己再精进再情分 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 所以以无情而为方便 他是真情快 真精进 无情就是不做事念 他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这个念头的精进 就跟普贤 就跟普贤菩萨一样 永远是 无有疲倦 他没有疲倦 没有厌倦 我们凡夫 如果每天 干一样的事情 干久了 就厌倦了 佛菩萨天天干一样的事情 越干越有精神 什么道理呢 他没有动这个念头 这也是 真是佛在大经上常讲的 一切法 从心相生 这个心相不可思议 六道是凡夫的心相生 什么心相呢 执着的心相 身为原觉菩萨佛 也是从心相生 什么样的心相呢 妄想分别的心相 都是从心相生 唯有真实的智慧 通达般若波罗蜜多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他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写掉了 诸般若波罗蜜多 诸般若波罗蜜多 就是诸一真法界 在净土宗里头 就是诸实报装烟土 诸长济光净土 这个名词不相同 意义境界多相同 再看下面一句 这个幕后一行 应于无私而为方便 圆满净土 圆满净土 有味无味不可得苦 这也就是这样的禅定 六度里面的第五度 肯定也叫做私为修 所以经上讲 应于无私而为方便 什么叫私 什么叫想 中国的文字 很微妙 中国的文字 充满智慧的符号 你看诗呢 诗是你心上画了界限 这个界限就是分别的意思 你有分别了 那个心里都画了许多歌词 想是你心上有了像 你看你想一个人 它就有人像 想一段诗就有四像 想一个房子 它就有房子像 想是心里头有了像 有了像 比那个诗更严重 像是执着 执着就有像 诗还没有执着 诗是分别 还没有执着 到执着就现象 无私没有分别了 没有分别 当然没有执着 这个禅定波罗蜜 才成就 圆满净律波罗蜜 静律是禅定的中文翻译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禅里面 它不是死定 静就是定 心里头一念不生 如果只有一念不生 它躲在无名里头 它什么都不知道 那不叫定 一念不生又清清楚楚 所以它底下有个律子 律是讲清楚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而一念不生 这才是禅定 所以六根的作用 不但没有失掉 更聪明 更凌厉 当心底上一念不生的时候 你看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个人 只看他表面 如果你心里 真的一念不生 它这个里面内脏 你都看得很清楚 那个眼睛就跟X光一样 这是本能 这就是神通了 天眼通了 其实是本能 我们今天的能力 为什么失掉 只看到外面这一层 里面就看不到了 因为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知足 所以把你的功能减少了 如果你真的是分别妄想执着都没有了 你的能力就恢复了 这是禁律 有味无味 产案里头有味 这个味就是感触 有非常美好的感触 你看我们 凡夫 每一天 要喝水 要吃饭 才能维持这个生命 越接天 都没有办法离开饮食 越往上面去 它饮食越少 可是到粗产以上 就不要饮食了 用什么东西来自养身体呢 产月为食 就是产胃 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身体的 比我们人间饮食养分 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我们的饮食 还有很多的负作用 带来什么 带来疾病 病从口如 四天天的人 他不要人间这些无辜杂量的饮食 全月为食 永远不生病 没有负作用 有为无为不可得普 有为无为不可得普 这是高级的禅定 再看后面这句 应一无浊 二味方便 圆满般若波罗蜜族 祝法性向不可得普 无浊 无浊就是无助 以此为方便 方便就是在日用平常之中 我们现在讲 在日常生活里 在工作里面 在厨师待人介物里 你运用这些原理原则 运用这些方法 称之为方便 一切都不执着 这就是圆满般若波罗蜜族 为什么不执着呢 因为 祝法性向不可得普 不但是相不可得 性也不可得 性向有没有呢 性是决定有 的真有 像是妙有 是幻有 是占有 如梦幻泡影一样 像会变 性不会变 但是要知道 决定不可得 到这个地方呢 这是把六波罗蜜 说出来了 这个平常我们讲的 不识持戒 忍如金进禅定波罗 这是菩萨 日常生活的六个纲领 六条守则 怎样跟般若波罗蜜族相应 这是说出来了 如果与般若波罗蜜族不相应 这个六个原则是修福 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 是修福了 如果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那你是复会双修 这跟诸佛菩萨 就没有两样 我们要学会了 学会了 就学会了过日子 就学会了生活 学会了工作 学会了应酬 你过的日子是菩萨的日子 不是凡复了 没学会 你过的日子还是凡复的日子 你还是搞六道轮回 学会了 你过的是佛菩萨的日子 决定不再搞六道轮回了 那你在造什么呢 你在造的是敬业 你造的是一阵法界 不但不是六道 也不是十法界 那么这样就对了 我们把下面这个文念一念 作为一个总结 佛子摄立子 诸菩萨摩霍萨 按住般若波罗蜜多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因圆满一切法 如是诸法不可得苦 因为诸法不可得苦 才是真正的圆满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如是知六波罗蜜多 大果报 这个大果报就是一阵法界 《华言经》上所讲的 皮诺·哲娜的华藏世界 你得到了 念佛的人往生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大果报 你真正会得到啊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行一波罗蜜 能满五波罗蜜多 这个跟《华言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一几十度多几十亿 修一个能圆满一切 所以这个六条无论修哪一条 只要与波罗蜜相应 你修一条就圆满其余的五条 统统要满了 诸菩萨莫河沙 于得此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稀有功德 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这是佛在末后 勉励我们的一句话 由此可知 薄弱重要 那么薄弱 怎样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表现在我们每天工作里面 表现在我们对人对事对无的应酬方面 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华言经》的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就是波罗蜜落实在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两面讲的经是一部经不是两部经 这个地方讲的礼 那边讲的是 让你波罗应该怎么做法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请先看金本五十六面 看这个金本下面的阿拉伯字的叶数 五十六面 从第一行看起 在第一行第二句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对对地方 佛高居寿舍利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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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实 应如是观 是有菩萨 不见有菩萨 不见菩萨名 不见般若波罗蜜多 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 不见行 不见不行 我们从这里看起 我们从这里看起 我说的内容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实在讲 四十真相 可以一语道破 我们在《心经》里面 《般若心经》 念得很熟啊 二十二年所说 就是一部《般若心经》 《般若心经》的详细解说而已 可见的这个问题是一句话能讲得清楚的 为什么世尊反反复复说了那么久呢 原因都是众生很健忘 这刚刚听完呢 牛过头来就忘记了 这老毛病又发了 累得释迦摩尼佛讲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我们有没有觉悟呢 还没觉悟 由此可知 经论上讲这个凡复业当深重 我们不能不承认 业当若是不重 我早就绝不过来了吗 何必要劳累世尊 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反复地说明呢 这个意思 我们多少啊 要体会的一些 然后修学 才有个入门处啊 归根界底就是叫我们不可以执着 叫我们看破方向 这一端 这一端我们选的是世尊对着摄立佛尊者的开始 摄立子就是摄立佛尊者 拘兽 是古时候 老师对学生的尊臣 那有些经上翻作惠命徐菩提 这个居寿跟惠命的意思相同 赞叹叹这个学生有智慧 很聪明 现在的话就是很聪明很伶俐 好学生 就有这个意思 叫着摄立子 这是彌陶经上翻的是摄立佛 叫着他告诉他 摄立子这一句话是叫着他的名字 这个是经论上有这么一个习惯 反而是叫着名字 下面的开始就很重要 叫名字是提醒他 叫他特别注意 底下这些话佛说的 菩萨摩佛萨修行般若般若密多时 菩萨是说的一般的菩萨 通常跟摩佛萨连起来 意思都是将三行十圣 三行为称菩萨 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 摩佛是大 摩佛萨是大菩萨 对于地上菩萨 对于地上菩萨 通称作摩佛萨 也就是出地到等局 一共十一个位置 这十一个位置都称之为摩佛萨 菩萨修行最重要的科目就是菩萨 菩萨是繁语 菩萨是繁语 菩萨、菩萨、密多都是繁语 菩萨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 菩萨、菩萨、密多的意思是圆满 获起来圆满的智慧 究竟的智慧 这就是称为菩萨、菩萨、菩萨、密多 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它的作用是无所不值 过去、现在、未来 慈界、他方 我们常讲 净虚空变化界 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这个才叫做菩萨、菩萨、密多 也许大家听到,这可能吗? 谁有这种能力呢? 谁有这种能力呢? 佛告诉我们,真的可能 有这种智慧的能力的人啊 太多太多了 可惜我们没有见到啊 哪些人呢? 佛与诸大菩萨 佛与诸大菩萨 那这人家要讲摩霍萨 摩霍萨与诸佛如来 他们的人数超过我们一般众生啊 超过啊 都有这个能力 都有究竟圆满的智慧 佛告诉我们 这种究竟圆满的智慧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 换句话说 你应该有这个能力啊 你本来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智慧 不是从外面来的 也不是你学得来的 也不是你修来的 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 世尊在《华言出信评》里头讲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智慧得相就是此地讲的 般若波罗密度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我们今天虽有失调了 有不起作用了 有等于没有 那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知道啊 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什么原因呢 佛给我们讲 妄想分别制住 这叫病根啊 什么病呢 把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得能呢 死掉了 原因就是这个 佛大慈大悲 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 佛教给我们什么 佛就是把这一桩事实给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 让我们觉悟过来 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写掉 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了 波罗波罗波罗密度就现前了 如果我们真的是聪明伶俐 听到佛这个说法 马上就放下 那你立刻就成佛了 有什么难处 难在你 你不肯放下了 你舍不得放下了 这样才老雷释迦牟尼佛说了二十二年 其实不止二十二年了 一切诸佛如来 无量皆宗 无有疲倩的为一切众生宣说 佛的智慧 佛的善巧方便 怎么换都换不行 当时听了好像是明白了 这一转眼呢 又迷惑了 这个地方世尊又说了 你看佛沙摩佛沙 这是已经入了境界了 也就是说 修行的功夫啊 已经得利了 我们今天谈修行 说实际上功夫不得利 功夫得利就不一样 就真的有受用 功夫得利的现象 很明显 自己也能觉察得出来 那就是烦恼 妄想 分别执着 轻了 不能说没有 一年比一年轻 一年比一年少 而智慧是一年比一年增长 无论是 无论是对人 对死 对无的看法 越来越真实 这是你功夫得利的现象 所谓是烦恼清智会长 从这些地方能够检点我们自己 修学有没有进步 修学有没有进步 从这方面来检点呢 不难 看出 佛在此地教菩萨 修波若波罗蜜多时 硬如是观 你看这个经常用的文字 用观 不是说硬如是想 我们现在是很糟糕的 把观 把想当作观 那想是大忘想啊 那观跟想差别在哪里呢 给主说观不用想 那叫观 禅宗里面叫参 参呢 那参就是观 我们现在常讲参观 参观这个名词 是从佛教里来的 可是现在嘴巴里说参观 谁会参 谁会观呢 我仔细看了一看 每一个人会参 每一个人会观呢 参个观呢 要立以心意识 那就是参 那就是观 心意识什么呢 霸食啊 这学佛的同修 学过 学过佛法民门 懂得一点 为时的常识 你就明了啊 霸食是旺心的 不是真心的 霸食起作用啊 是大忘想啊 那可没有观呢 也没有参 那参观怎么样 参观要立霸食 就不用霸食 就不用霸食了 那我们先要晓得 这霸食作用是什么 其无识 关系不大 最重要的就是后面三个 第六一识 第六一识分别 我们的分别心是第六一识 执着是第七识 这莫娜是执着啊 阿赖也是霸印象 那你要明白 那这个四识真相呢 这个四识真相呢 你就晓得什么 怎么样参 怎么样观 参跟观是不用心一识 也就是说 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 不执着就不用第七识 不落印象就不用第八识 你尽色闻身 六根界出六尘境界 跟平常没有两样 但是你现在会了 这个禅宗里的常问 会吗 那这什么意思 会了的人啊 不用心一识 他就会了 尽色闻身 穿衣吃饭照常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落印象 这就叫管 由此可知 分别执着落印象是忘心 不用忘心了 不用忘心 那你用什么呢 主要想的 不用忘心就是真心 你可便在去找真心 你找真心啊 就又变成忘心了 你一起心动念找真心嘛 那你又在那分别之处了吧 真心在哪里 不要找啊 真心就献钱啊 一找就错了 念佛 不知道老师念佛 天天想着 哎呀我这个念佛 还没得一心啊 怎么念才得一心啊 就打往下 那一心怎么可能先签 什么都不要想 就是老师念 念久了自然 一心就先签了 这个里头想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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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事念 那主事念 你就照这个样子去观 不用些意识 所以千万不可以 把这个想当作观 那你就错了 这个经可不可以想呢 不可以想 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啊 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就走了 你就落在心意识里头了 就落在妄想分别之处 就落在这里头了 那就不是管了 是有菩萨 是是真的 是实在在的 有菩萨了 不仅有菩萨 不仅菩萨名 有没有 真的有 为什么说不仅 不仅菩萨 这是从相上讲的 不仅菩萨的相 不仅菩萨的名 名字也没有 那菩萨哪那么有名字 大家天天念 那摩观世音菩萨 那摩普贤菩萨 那摩地藏王菩萨 多少人天天念呢 怎么会没有名呢 那么你要懂得此地 这个不仅 不可以执着见 不可以执着见 不可以分别见 这个不见呢 是不允许你有分别见 有执着见 那你就错了 没有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 这菩萨的相在不在那里 在 菩萨的名在不在那里 在 相是假相 明是假明 如果我们套一句金刚经的这个例子来说 菩萨 这既非菩萨是明菩萨 你懂不懂这个味道 那金刚经这种例子太多了 叫我们做如是观 那你就真的见到菩萨 你要是着相见菩萨 你永远见不到啊 名字也是像啊 也就是说 你要用妄想分别执着 你见不到菩萨 菩萨是觉悟的人 他在你面前 你也见不到他 不是他不让你见的 你自己有障碍 见不到他 你自己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障碍 不是他有障碍 是我们自己有障碍 自己把自己障碍拼除了 那原来菩萨就在面前嘛 那祝佛如来也在面前嘛 这一桩是 特别是在花眼镜上 善财同租不是三餐 就是说明这个境界 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 我们这里讲大薄弱 大薄弱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这个社会层面上 就是大方光复花眼镜 可以说 薄弱讲理 花眼讲死 理死不好 一部大方光复花眼镜 这个五十三餐 就是大薄弱应用在生活上 大薄弱展现在这个社会上 这两部经合起来看呢 理事就圆融了 我们在那里学 学怎么过日子 怎么样生活 那个生活 才是薄弱薄弱密度的生活 这一句话要用现代话来讲呢 就是 究竟圆满智慧的生活 那你怎么会不幸福呢 你怎么会不快乐呢 我们到今年 把尽忠尽论 搞了一个段落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来这一点时间 这个是因许许多多同修多年的要求 讲一部花眼镜 过去我的老师 李炳南老居士在晚年 他老人家也发了这个愿 讲一部花眼 花眼讲完之后 再讲一部阿弥陀金 他就往生饥饿世界去了 很可惜他老人家发的这个愿 花眼镜没讲完 讲了一半 他就走了 我对他老人家觉得感到非常遗憾 没有把它讲完 原因 老师当年在台中讲经 一个星期讲一次 还有翻译 一个半钟点 还带一个翻译 翻译台湾话 实际上只讲四十分钟 一年大概只讲四十次 四十个星期吧 一次四十五分钟 所以这一部花眼讲完 讲圆满 我给他算了一算 要五十年 才能讲完呢 花眼镜最少的时间 需要三千个小时 你才能讲的圆满 如果要细讲 三千个小时不够 那我们现在一次讲一个半钟点 一个星期讲四天 这个速度就快多了 所以我的预计 大概五年到七年可以讲圆满 其他的经都不讲 无论什么人请我讲经 统统讲话也 讲了以后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就是一步完整的了 这只有用这个方法 因为在一个地方呢 没有办法住那么久 所以是佛当年讲这个经 也齐出九会嘛 也开了九次会 换了七个地方嘛 我们现在可能要超出这个数字 不止齐出九会 希望把这部经讲圆满 那么这次有机会 跟诸位在这里研讨不若好 将大方光佛华严经的语言离说出来 真是经中所说的 离死无碍 似死无碍的境界 我们更容易体会 切如是比较困难 但是能体会到几分 就有受用 这个是这种利益 我相信稍微留意一点的同修 应当都能够获得 所以究竟圆满 智慧 要立心一时 你就得到了 所以此的这个不经 念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很深 这个见就是见解 就是思想 就是心意识 知道相是假相 明是假明 通通不执着 相也有明也有 不能执着 大乘经论 里面叫我们立相 是立执着的那个相 不是外面的境界 外面境界 你怎么能立得了呢 立不了啊 那个言不干事 一点都不妨碍 离死无碍 是死无碍 那个碍什么是 爱死的 是你心里头执着的那个相 这个相该死 这个道理要说出来 实在讲呢 有相当的深度 可是又不能不讲 我们只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现在我们在这里讲解 录音机摆在我的面前 把这个现场呢 就录进去了 如果透过电视 就广播到很多人家去了 我们现在许多人家没有播 气楼涌 好像那个后面也有个电视机 上一次我看看到了 那个电视就现出影像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现场 现场每一障碍啊 佛教给我们立像啊 是虚妄的影像 我们拿这个比喻 希望诸位从这个比喻 细细去体会 我们眼睛张开 眼睛就像那个电视机的镜头一样 看到现场啊 这么多大众都坐在此地 这是现场的境界 你要问 我这个眼睛是不是看见了呢 眼睛没有能力看见了 眼睛要能看见了 那这个录音机的镜头就看见了 镜头会看见 那它是活的啊 它不是死的啊 所以啊 我们眼睛不能见 眼睛张开啊 就像一个摄影机一样 把外面的境界像摄进来 谁见到了呢 你的心见到了 什么是心呢 你那个妄想心见到了 这个眼 摄进去叫眼时 我一时里面叫眼时 眼时有四分 相分见分自证分正子证分 所以这个境界像呢 就像照相机一样 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呢 它就有一个影像在里头了 第六意识分别 分别谁呢 没有分别现场 它不可能见到现场 它就是见眼时的那个相分 它原眼时的相分 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 看到那个电视机的荧幕 并没有看到现场 这个一时分别 就是分别眼时的相分 你说糟糕不糟糕了 这虚妄不实在的 第七时的执着 摩纳执着 他执着谁呢 他也是执着 从眼时的相分 立刻转播过去 播到这个摩纳式的相分 摩纳式相分 现在这个相分 他是再播啊 到阿赖纳式寒藏 到阿赖纳式寒藏 在那个电视转播一样 第一站转播第二站 第二站转播第三站 辗转转播后 他收藏是收藏那个资料 现场没有见到啊 所以佛教给我们立相 是立这个相 不是立现场的相 立饮食的相分 这个要懂得 立相是立这个相 不是立外托境界相 境界相立不掉的 境界相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 你这个新兴族的相分 你这个新兴族的相分是虚妄的 决定不是真实的 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这个我们读了佛的大臣经论呢 细细思维很有道理啊 这个东西就是现代科学里讲的心理学啊 佛经讲的比现代心理学 高明太多了 中国外国大学里面教的心理学 跟佛法比较 那叫望尘莫及 没有佛讲的这么透彻 讲的这么明了 那我们再说 现场的这个现象 是一回什么事情 佛在经上说 现场的这个现象也不是真实的 什么叫真实 什么叫不真实 定义是什么 佛法说的很明白 如果是真实的 永远不变 佛法讲真实不真实标准在此地 永远不变呢 就是真的 如果他会变呢 那就不是真的 那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人 或者动物 动物有生老病死 会变呢 只要不变啊 年年年不一样啊 你每一年过年就照个照片 你然后比不变 年年不一样啊 那都会变呢 那这就不是真实的 那植物呢 变化更大 旷物 虽然它变化小 仔细观察还是在变 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不变 那一到这个定义来讲 那全是假的 全部是真的 什么不变 佛菩萨将一切法归纳 这不归纳太多了 这讲起来麻烦了 弥勒菩萨将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六 在于切实际论上 天庆菩萨看到初级的同学 对于六百六十法 还感觉的太麻烦了 不容易学习 他老人家再把六百六十法 归纳成办法 让我们好